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就在今天 配个家开会了 到底可能的决议呢 牵动油价跟我们的塑化股 台机院公布了景气灯号 但没有想到 电子业的景气灯号 竟然由看好的红灯 调到看坏的绿灯 哪些的电子次产业 现在的未来前景 有点点看绿呢 头马上问您追清楚了 这会不会太过夸张了 如新董事长 竟然背信多达3.7亿元 现在已经是违法遭到起诉了 钱是怎么A的 这也证明了 我们再严选一家好公司 拜托大家 绝对要顾好三大条件 一个也不能少 只为了保护您 不要再猜到地雷了 这个也是一个既定方向 如果你仔细想想 回头看一看 会发现到 真的耶 全世界的升息风潮 已经扩散 蔓延了 而且会烧到2022年 从新鲜市场 烧到了亚洲国家 烧到了未来的先进国家 美欧等等 到底整个烧法 升息速度的快或慢呢 前线第二个大赌家 今天就放在这了 还有一个 今天9月1号 什么事情啊 饼狗 没错 中国大陆的金酒银食 就在今天正式行情启动 再想问了 中国大陆金酒银食 会带动什么样的多头产业呢 这些产业 VS台湾的相关扩散利多题材 压轴为您说清楚了 9月份的高度期待性 介绍来宾 石方姐你好 瑞涵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盛姐 瑞涵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碗 齐展 瑞涵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汉文你好 瑞涵好大碗 专一阵地大盘 今天是压回了16点没错 但是市场上的氛围 专一阵地了 先看 集中处长 今天张不太动 到最后收黑了 勉强留个红十字 索性这条的记忆线 还是有守住的 那为什么涨不动呢 昨天我看前些年都知道 林中不是分析了吗 如果国际油价 攻击动能趋缓 涨不动 因为奥佩克家 今天要开会 淑芳姐待会就会说了 它涨不动 前一天的美股 今天的集中 就都压回 那怎么办呢 只好靠它涨了 您看贵买 贵买今天可是实体红黑棒 开在这 收在这 多漂亮 今天的贵买表现 呛过了集中 也许你会问 那集中 难道一点期待都没有吗 也不是啦 您看今天除息股 凯美啦 中相啦 完全填席 这个也都有填席的成绩单 三王表现也不错 提醒您 古王谢力再创 历史新高 联殿 是21年来的 收盘新高 它的市值 已经是台股的第七大楼 资金比重 另外还有佛种呢 看仔细了 你看 联殿家族漂亮 而且设计 有气势 光学峻头 有期待 这不就是火种 正在上吗 所以集中并没有想象当中 那么差 是不是 因为外资 依旧正在买方 外资来连续 四天的买 您开心吗 嗯 我不开心了 期货空单 昨天才问玉堂说 那会不会突然间 增加到两万口呢 没必 也许 结果还真的 空单增加到 两万口以上哦 所以害怕的事情 还结合零散发生了 临终讲到 如果翻船的证价差 你不怕 它就没去啊 会不会是这样 今天期货专家汉伟 我把它问清楚哦 果然佐证了 下午三点开盘的夜盘 您看看 长不动 不是吗 就这样 涨多跌少 台股今天的压毁 为什么 中金院今天公布了 八月份制造业 采购建言指数PMI 五十以下 微缩衰退 虽然在五十以上了 但是六二点一 也是掉下来 今年最缓慢的扩张 另外一个是台速 因为台风 飓风的重击之下 台速在美国的 路易斯安娜州 两个厂 现在是暂时停工的 讲到了台股的跌 我在想 就想到了这个财长的警告 鼠方姐来请上来 财长苏敬荣 他施警了 他说影响我们台股 两大变数 一个是 这个连着会缩减购债规模 第二个是中东情势 中东情势不就是油价吗 就在今天 OPEC家开会了 所以你看油价 听说最近涨不动 就在等这个消息 听说十月份会增产 如果增产 油价不就掉下来 三天就跌这么多了 台肌院公布了 七月份电子业景气灯号 有景气很热的 转为景气不好的绿灯 您看看这两类 解都会解毒了 先来说这个新闻 对 如果我们纯粹看 整个一个OPEC家 他这个会议上面 对油价的影响性 当然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整个油价上面的看法 我认为会批准 会批准在十月份开始 每日增产四十万桶 所以增产几乎是底定的 对 而且呢 它的产能使用率 会开始往上拉 也就是去年 它因为疫情 它有闲置百分之四十五的产能 它也会开始恢复 所以它的增产的部分 一定可以达成 可是我会建议大家 在这边里面 用区间箱形操作 因为我刚有谈到 一个多一个空 你油价上来的 你有通膨 对不对 我就说我要收缩 债券规模 对不对 如果你油价下去了 通膨的一个部分 不再严重呢 我就不会谈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美国 就是用嘴巴 在控制美元 那油价先来一下 OPEC家今天就正在开会 油价如果以解您的研判 现在难不成 也走出一个箱形吗 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一个箱形 上面大概是77 而且我觉得它这一次 不会像以前那么强 这个是 就是下降压力线 就会有压了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 它不会过75块 它大概就是在70块 65块到70块之间 跟您报告 下降压力线 大概在70到72块 顶多75 压力是比较重的 对 那塑化股怎么办呢 其实塑化个股里面 在获利而言 二线塑化个股 并不一定会不好 因为我们知道 油价是二线塑化个股的成本 但是如果油价不好 对台塑化这一类型的 反而是不好的 因为上游 它是直接拿油来卖 所以压力大 可是二线部分 上游如果油价是跌的 它的成本降低 那就是利多 对 那看它的报价的下跌 跟油价的下跌 拿一个%数比较高 我们来看1305的滑下 滑下呢 因为它是PVD 你看它总是就是很稳嘛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它一只脚比一只脚高 我们来看长一点点 是这么长 是不是 一只脚比一只脚 一只脚高 漂亮 一底比一底高 对 那也就是说 除非它的惯性改变 跌破了这一只脚的低廉 半年线 你就是做卖出动作 半年线36.85 是多方防守价 不要破会比较好 破的时候要出场 再来台速化 你看 它已经早就知道不太好 因为发觉到油价很好 的时候它也没什么涨 还跌破了之前的起涨区 像这种重叠 起涨区就是多头结束 所以这档个股 就散射你的停利停损点 就是以本坡的起涨区 当作你的停利停损点 大概90块钱 对 大概90块 好 那赶快来看一下电子了 台积院这份报告 好的红灯变绿灯了 其实台积院这份报告 短期你看起来是真的不好 又是电子又是光学产品 又是电子零组件 但你把它仔细去看 它的新闻稿的过程中 你就觉得还好 所以未来里面操作在电子个股 你一定要谨慎的选股 为什么 我们来看我的字卡 来告诉大家 第一件事情 它告诉你说 为什么会不好呢 因为基期电太高 因为金元代工产能满载了 请问金元代工产能满载 你还能够变出什么花样来 没办法 没办法嘛 你就满载就是满载 所以台积电才涨价 连电才涨价 也就是五月份 六月份已经卖到这么好了 你说七月份 还要卖超过这么好 不太可能 这叫基期高 所以七月份呢 成长力道才会放缓 因为它第二季 就已经百分之百的满载 所以未来里面 就是只能靠涨价了 然后另外一部分 台湾病毒是不是也开始肆虐 欧美也开始肆虐 所以对需求本来就会有点往下倒 所以那我就问大家一件事 你看在最近里面 面板或是讲光学 光学就是镜头 大力光也是说 我八月不错 九月不错 十月不知道 但会不会比去年好 不知道 那原因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碰到了什么 很多的镜头上面的竞争的一个压力 所以电子的上游满载 下游有没有缺料 像缺料 然后成本又很贵 那当然就不好 像半导体 我刚才讲满载 5G手机的部分 碰到疫情 印度的疫情 谁来买 对不对 然后自动化的设备 因为金属的价格很高 所以成本上升了 那我变贵了 变成我的出口 也就开始下降 接下来再往下 看了题材面 今天的题材还普多的 哪怕集中都只有收黑 一个是转单效应 鲜鲜利利 产能满载 到底为什么 简单我会说了 利利今天股价是收涨的 不过今年来是跌 笔电罕见的 NB把它一打开 镜头 时尚的一次涨价 破天荒涨价 笔电的镜头 先进光 还有新巨科 两档标的 今天都收 涨停板 今年以来先进光 涨比较多 苹果的iPhone手机 卫星通讯计划 遭到质疑 为什么 在苹果的股价 从昨天的历史新高 前一天的史高 昨天是收黑的 就这么掉下来 所以都帮我解读一下 对我们先来看看 新鲜跟利利的一个 为什么可以转单 很简单 东南亚历情很高 越南也很高 那你如果不是在这边有设厂 你当然就可以转单 那当然利利还有一些苹果单 可是我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NB的镜头 跟所谓利利跟新鲜的一个股价 其实就是连生反弹 OK 就代表说 其实也没有像他讲的这么的好 属发姐 您刚说利利有苹果单 利利是做仿先布料 是苹果什么单 这个可不可以 表代 也可以嘛 布料那些 对啊 这个都可以啊 还有听说 编织用的部分也可以 它有一些布啊 什么的 是用它装的 对没错 我们来看东南亚的疫情 仿织的订单 能见度到年底 所以公司说我审慎乐观 因为你都要转单给我 问题是 你这个部分 你就要去确定 你自己本身在厂房的地方 也不会受到疫情影响 以后谁知道 对 对不对 那他说 那问题你讲的审慎乐观 可是你又讲 我有四大变数 所以他会说 那我到底该买还是不该买 第一个运费很高不高 贵啊 第二个 疫情有没有缺工 有啊 油价现在呢 还算高 对不对 那病毒我干净讲嘛 你现在没事 你不代表以后没事 所以病毒到处跑 所以粒粒跟这个新签 就算现在能够收到转单 可是如果这些的 这些会造成成本压力变大 赚就没那么多了 对 就成本会上升 好检查粒粒跟新签 粒粒 你看 所以我是说 讲得很好 但是看图形是偏弱 你看他整个均线上面 长线的均线是在反压在上 对啊 季线半年线年线都是盖头反 所以这只能看跌生反弹 所以破10.15 你就要做停力停损 新签来 新签这家公司它撑得比较高 有没有发觉 因为它上半年就算一块多了 你看那不连线连线在这里 OK 所以这一家公司呢 很简单 是不是有个三角形收链 这个瑞涵比我会话 是是是我现在都变成老师的小助理了 对好 有量决定方向 没有量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就一直在这里面压缩 出了量 看他是定这个方向还是定这个方向 如果出量往下赶快买 好 赶快看第二个新闻 笔电镜头 那笔电镜头 我觉得呢 我现在很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跟投资朋友 不要省时间 只看标题 看报纸一定要看内容 这样你会比较清楚 第一个 他说笔电 这几年以来第一次涨价 你看完很兴奋 全部去追涨停板 对不对 他说我要涨价5个percent 像新技術科是说5个percent 先进光是说10到20个percent 对不对 可是你看内容他是为什么 我的上游原料 做镜头的原料 成本大幅的拉高 我采买那些材料做成一颗镜头 那些材料变贵了 对 现在请人是不是很难请 所以我用更高的工资来请人 所以我人事的成本也上升 糟糕了 这种涨价是成本推动型的涨价 意上难下 所以这个部分 你要记住 他是成本推动 但是他另外一个部分 他的涨价是好的 譬如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直播 直播要不要漂漂亮亮的 跟你讲 属方姐也有直播 直播有没有爱你 爱你一定要 直播的部分的镜头 你能够用200万花束的吗 太低了 对 少说400 500 600 700 800起跳 对不对 因为高阶才能够美化一下 所以这个是商用笔电跟高阶笔电会用到的 所以他的镜头升级从两三百 就三批变成四批变成六批 那提升到五百到八百 那这个当然可以涨价 好 先进光 先进科来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长期 你就知道我刚才就讲说 这两类一看就是跌升反弹而已 他也是在这边做跌升 而且这一波都没涨到 所以做一个补涨 可是你来看他的补涨 今天跳空漲停板是没有量 没有量 所以他到这里你要注意一下爆量 假设明天爆量千万不要再去追 好 因为这是补涨形态 季线85块钱 注意爆量不追来新疾科 来看 这更长 季线也在 这也没过了 对 而且他他本身长期均线上面来讲 是不是是向下 这是长空格局 对对对 高点是不是爆大量 是的 有人出货 OK OK 所以这档个股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以本坡起涨区 当做你的停力停损点 淑妇姐 放心跟这个笔电镜头 您刚说都是跌升的反弹 跌升反弹 如果你要抢就像抢银行 有赚到就跑对不对 有赚 赚一点点就跑 就像你做当冲 不会做的话 就有赚就赶快跑 对 这是技巧 抢跌升反弹 那第三个新闻是苹果 苹果 其实苹果本来 我们就说大家有时候看 我们的说史上最强大的 郭明奇分析师来讲话 那个东西有时候是讲的是未来 他不是你马上会看到的 他说苹果卫星通讯呢 他们大家都去拆解这一次的 因为iPhone 13这一次 并不是真的大幅的升级 他只是把配备一个加的 比较更高一点点 他说根本在 根本可能没有通讯服务下 通话跟传讯息不大可能 那为什么会不大可能 就用他们去拆解 你用的是高通的数据机 那你怎么高通的数据机 怎么去支援卫星 你用卫星这个打电话 卫星传讯息 他的频谱是不一样的 观众朋友 这就是新闻要读到 内容核心去 i13 苹果新手机这些等等 里面的晶片 根本就没有支援 卫星通电通讯 所以怎么可能 现在苹果iPhone可以用卫星打电话 所以这个会往后延 对 我觉得这是迟早的事情 但不一定需要现在就执行 我们来看看 我们苹果 红牌 我们来看 其实苹果的 纯手机概念个股 因为他已经很久了 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9月1号 不要赌太凶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很奇怪 我们台湾人都很保守 苹果要卖得好 他才会再涨 苹果如果卖得不好呢 就不会比了 有时候会跌 那你看苹果的这一档个股 红海 他一定 你看就是没涨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个股上面来讲话 你要接可以接近年线 这边来讲话你就去接 而赌的不是苹果的手机 是他的车用 第四季的车用 红海要到100块钱再来接 那如果手上持股的可以续报吗 我就续报吧 因为我觉得苹果本身的手机的一个概念个股里面 除非你是mini LED 他是起始元年 把你的手机的部分将来你都会面临到中国大陆的竞争 惠特 我们来看惠特 那惠特为什么会列进来 就是因为第一个他融资最近有增加一些 投信有买 那这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现在都面临到中国大陆 整个苹果手机供应链的竞争 那他本身也是中国大陆面板上面来讲话 或是mini LED里面的检测设备公司 所以比较不会影响到 那你看他是不是至少他还在这边 没有大涨过 所有军舰才在脚底下 投信买 对 投信买 台表科最后 台表科 其实这一档也是 你看平台科都没有涨到 那他的原因就是 你买在这边 我说这一百块钱附近 因为他今年大概赚十一块 就是逼本一笔的投资价值 所以苹果派就是一个相形适之短时间 短时间 然后如果苹果i13卖得很好的时候 你再去买他的第二次补货的一个概念 就不要躁进了 缓一缓先观察 手上持股就先续报道 好 手上姐非常感谢您了 重要的新闻辛苦他了 几个前面就先追 也许今天9月1号 你还是想问瑞涵一个问题 9月份了 那么选股方向呢 操作技巧呢 该怎么拿捏 书房姐待会回来告诉您 原来选股方向有三大必备条件 为什么9月天您的操作更加谨慎呢 因为盛姐说 现在最复杂的就是筹码 有人在大盗股票 有人在大买股票 因此麻烦大家 务必要用资券 融资 融券 搭配法人的进出 来看一档标的的强跟弱 我想问了 它的重要性跟意义 何在呢 盛姐 对 我们上礼拜就提到 筹码决定一切 人人咖 精细咖 比较会跑 那上礼拜交到法人之后 这礼拜要加上什么 融资跟融券 这样来判断股价 会更精确 我跟你说 股价的判断一定要谨慎 中国大陆现在面对经济的走下坡 它更谨慎了 你看中国 中国的数字经济真的越来越难看 待会再来说清楚了 服务业 中国央行叫人行 怕得不得了 他们很怕人民币会持续的重贬 三个月贬这么多了 因为怕嘛 所以才有动作 你看他们人行即将启动 企业商营的摸底调查 如果不怕 干嘛要调查 调查是为了预防什么事情发生 马齐展 对 美国只是想要缩减 让宽装还没开始缩减 就已经引发了汇市大波动 那接下来 中国这么多的出口业 会不会遭受到汇率的打击影响 接下来怎么观察 告诉大家 而且他们启动的企业跟银行的摸底调查 如果摸出来的底是怎么样 那么可能会如何呢 齐展说明白 我好想知道这个问题点 他们会紧张 肯定有事情发生了 那台股今天的收黑也会有事发生吗 我们常常用期货的空单 Poco Ratio值 来判断明天过货的台股上或下颇准的呢 但是问您了 我从来也没追过这个历史资料 到底如果从期货的空单 跟Poco Ratio值 来追寻跟VS台股的关联系数 到底相关性高不高呢 汉伟 相关性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今天会从期货讯号跟大家讲 有两个关键的数字 教你怎么看整个大盘的多空 从Poco Ratio值的部分的话 可以观察到庄家的一个做法 你要习归挖大屏 跟庄家站在同一边 你的胜率才会有办法提高 太赞了 他说关联系数非常的高 我等这两张图等好久了 因此日后 教会您怎么看 可是话又说回来 很多的观众还是不太懂 汉伟的第二大题了 齐祸空的是什么呀 跟外资买卖有什么关联性 Poco Ratio值 为什么能够预判台股下一步的多空呢 今天就清楚明白的交仔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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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